这是我跟我妈之前摘的槐花 然后我们摘来之后就放麻袋得放那边了 这不休息的差不多了才过来摘上一点 之前的时候其实是已经摘过一次了 因为摘来就挺稀罕嘛都非没有了 所以说这次又去摘了一些 然后我们现在就先摘就是把它都这样摸下来 先摸一点点我哪会去给我的小伙伴吃 就这样把它拽下来就行了摸下来 一吐一吐的 然后带回去给我小伙伴煎个槐花摘鸡蛋 然后但是里边要用面那里也没有面 从家里带上点面去 这样里边吧 这么一丢丢那个槐花就够我俩吃一对吧 我已经坐上到林区的客车了 然后现在就在客车上非常的颠簸 因为我在最后排呢 然后现在就赶到林区去给我的小伙伴做槐花摘鸡蛋 将槐花里边这是洗好的倒上热水焯一下 好 我们稍等一会儿 加上点盐 然后我们再倒上一点点 在人家里带来的 不用多一点点就行 起到加上水 它就起到粘合的根了 待会儿要加鸡蛋 不行 然后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之后打上两三个鸡蛋 我打三个 好嘞 等一下放点吧 不用再加了 少点油 反正你这是不粘锅 少油 不得行吗 倒就倒了 倒了 最重了 再先上来有一块肉 等两日共同四手大刀地 可以一会儿煎鸡蛋 我感觉肯定给我起来 先上去把它煲好 就不用管它 先上去煎一下这个面 待会儿那边煎得差不多 得一点一点翻过来就行 不粘锅就是快乐 OK 出锅了 你来尝尝 就是一口虾一口蛋的 没拔了云 我现在吃的都是蛋的 那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蛋的 蛋的就好 再太咸了 不少咸咸咸咸咸 就像这刚短的就多吃点 然后就是咸咸咸咸咸 这好点饭 啊 你这我朋友 早都吃的 你热熟了就得 弄点咸咸咸 就不就是搞日子 嗯 现在呢 又乐不得回去 然后后面一样 然后后面一样 然后 我们今天晚上也是非常的丰盛 这是一个淮花煎鸡蛋 还有这是小孤儿拌的西红柿 还有剁的西饭 包花 对 还有那个撑的咸鱼菜 我这是不是第一口吃了你丑的配啊 不